投資獎 駭客入侵台股未判 硬是要拉高 證交所正式宣戰駭客了嗎 欸 是不是 哇 今天證交所金管會 哇 都發表了一些宣言 這一次駭客 俄羅斯駭客入侵台股 到底是證明了什麼事情 難道連點數也可以篡改嗎 有這麼恐怖嗎 嘖嘖 有沒有微言聳聽 還有重點是 哇 今天我們萬論 為什麼可以展平板 為什麼好多標股是ABU載板 很多標股逆勢上漲 為什麼台灣股市居然可以在禮拜五這一天 哇 尾盤硬勢翻紅大漲白點之上 這是不是什麼不可告的祕密 還有所有標股介紹 通通在今天榮耀花節 我要告訴你美債到底可不可以買 還有更多標股可不可以買 所以你們現在開始就賺了 我們都要在禮拜 �宿 essays 否則就是 以為人們還會選擇 在哪裡 因爲 最不笨 最不然的 最不合belous 最不合belous 秋陽生活 最不合bel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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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子龍分析師的官方帳號 Facebook臉書只要看到贊助標示貼文 請立刻提高警覺 因為這百分之百是臉書詐騙 加入LINE後 先確認是否有銀色盾牌標章 還要點選大頭貼 只有粉絲人數超過18萬 才是真正的郭子龍分析師LINE的官方帳號 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人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9月13號 台股上漲106點 收在21759點 美國8月份PPI數據低於預期 以及上週初領試驗金人數符合預期 讓市場預期下週連準會將降息 美股收漲 台股今天開盤是延續昨天的漲勢 上漲百點 攻上了21796點 但是遇到短線賣壓漲幅收鏈 全資股漲跌互建 台積電廣達收紅 週限則是收漲324點 後續凡事解析我們交給經濟日報熊冠軍紀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演講座場場爆滿 全台灣超超書排名第一名也是空手道大師 在這一波攻跌47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又在本波段大力的進場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泽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Coco 各位觀眾們大家好 你好 昨天公布數據 如您所說的市場定調為通膨溫和的下滑 就是軟著陸的意思 開股就會著 你看到軟著陸啊 而且我昨天還講 我說環仁勳這一句話 會讓台灣股市 有機會算到22000以上 我說23000我很難啦 23000有點難 可是22000不難啦 我昨天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想想看 你要找一個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的分析師 不是12萬馬後炮的啦 這沒意思啦好不好 好 這波真的很準 所以期貨我們這邊逢低 我們這禮拜 如果沒記錯話 每一筆進場 我們當然市場應該會給我們 簡訊那個報告 每一筆進場 基本上就是要賺錢 賺錢的 就是要賺錢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一切一切我預告在前面 是的 除了期貨很強之外 很多股票 我們的很多股票 都是連漲兩天了 像是萬潤 今天是工上了漲停板 已經連續兩天創下歷史新高了 我們已經獲利17%了 精材今天是上漲超過3% 已經獲利34%了 景碩是連三漲 今天是創過短新高 我們已經獲利快要20%了 鴻海廣達今天接上漲快要2% 投資長 你的股票呢 今天都好強喔 但想問一下啊 下個禮拜就是中秋節了 這個行情怎麼看 下禮拜是中秋節 我們先看週限好不好 這禮拜可以看現在週限 好 這禮拜週限我順便看一下 看一下週限 上漲324點 對我算起來喔 你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子 雖然你有時候感覺很 很傻 很傻 還是不錯 週限上漲324點 你記不記得上禮拜5的時候 有什麼事情 跌了跌多少點 跌了756點 晚上的時候是不是睡不好覺 對 我還跟妳講說 飛龍公布數據以後 是不是讓妳睡不著覺 妳還真的睡不著覺 睡不著覺 要我告訴妳怎麼樣 用力的買進有沒有 有 有啊有 欸妳要是這樣的老師 妳要是這樣的分析師 來 晚上 禮拜天晚上 有沒有看到 妳別的老師在幹什麼 我不知道 我在為你們而活 就算我在重訓深蹲 我在 我在合體 跑步 跑步不是跑路 跑步 我還是寫文章給大家看到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 台子期那天大跌756點 要準備跌破2萬點了 我卻在晚上深夜告訴妳 那天比較早一點 那天比較早一點 我說明天9月9號之際 大跌之際 我一定帶回你們再次進場 如果真的再次跌到 19662點附近 我會考慮把我一億的美債 這禮拜最多賺300多萬 是的 是一億的喔 還有其他部分賺更多 嗯 再換成0050 台灣50 讓妳知道我是認真的 一堆大物看到我的消息 自己先進場了 嗯 I don't care 因為對我來說 如果我不要賺大三起股 說不定禮拜一 我可以 更多的會議買更低點 更低點 可是我並沒有去 我並沒有去在乎這件事情 為什麼妳知道我沒有在乎這些東西嗎 我在乎的是 我的投資朋友們能不能賺到錢 我自己郭忠 我能不能賺到錢 我不在乎 好不好 不好意思 我今天這件衣服比較 我要喬一下 因為有點不太對稱 這有點強迫症 好啦 我並沒有很在乎 我自己的那個 賺賠啦 我比較在乎會員賺賠 那也因為 哲哲 有賺 因為你們有賺到錢 我今天可以很大聲的說 謝謝你們 相信我 來 匡姐 謝謝你們相信我們 我們快樂 有 恭喜 來幫我練一下 9月12號禮拜四 昨天的簡訊 恭喜6187 畫面給我就可以 好那聲音是你的 因為我可以調整衣服 好 恭喜6187萬潤 極拉大漲9%多 股價最高來到425元 創下歷史新高 最高賺了快要12% 手上持股獲利續胞 有嗎對不對 你萬潤現在怎麼樣 賺了 我不會也跟你胡扯啦 這是普通會員簡訊12% 夠了吧 夠了 你還有一些可能清代會員什麼的 或什麼的 這是普通會員 還有一些特購會員 奇怪 你看 這是昨天12% 對 昨天是快漲停了 所以今天的17% 來看一下 來 9月13號禮拜五 今天的簡訊 恭喜6187萬潤 股價連三漲 今天又急拉噴上漲停板 再創歷史新高 最高賺超過17% 手上持股獲利續爆 17% 17% 17% 說台語 又說 又說 又說美麗蛋嗎 17% 又說英文 而且是英文 怎麼這樣說 美麗蛋說台語沒辦法 最高賺超過17% 算成果率18 你看一下 當然我相信現在股票不好做 一定也很多分析師有萬潤 這個沒什麼關係 英雄所見列頭 只是我萬潤 我本來要蓋排股 我問你先講 有 海棋連蓋股 我問你先講 就像精彩一樣 是不是 精彩你看 這一前陣子我賺50% 是不是有 是有賺到賺到 有 現在應該也有賺三幾% 有 是不是 回答還是賺三幾% 所以你看我股票 是不是 我要賺就賺一筆大的 那萬潤呢 台灣最強的股票 現在就萬潤了 知道嗎 知道 這張股票以前不到100塊的時候 我就做了很多同志朋友 是因為萬潤才認識我的 來畫面給我 我來看一下責本 今天責本應該很開心 好不好 今天外資買超29億 來 還不錯啦 好不好 好 這次應該不會證交所 駭客又要入侵 昨天剛好我們見證 駭客入侵的時候 對 今天網友問我說 投資啊 那駭客要入侵這個 有沒有怎麼樣 有沒有要篡改點數啊 會不會啊 當然不會 他只是警告你而已 他也不是真的要跟你打戰 那為什麼駭客入侵呢 他就不滿我們 台灣總統的發言嘛 是是 不滿台灣總統的發言 這政治的東西 我就不討論了 好 他不滿意 這個台灣總統的發言 他不滿意以後 就駭客入侵 不討論政治 不是我不知道 而是我不想講 因為講政治三感情 怎麼講的我覺得都不對 所以我不想講這些 只是說他覺得不滿意 政客 不是不滿意 他不滿意 他不滿意 不滿意我們政治上的發言 總統 我覺得總統對我們的發言 我覺得也是 為了維護我們台灣人民的一個權益 好不好 好 那不滿意這個發言 那不滿意這個發言後 他就直接攻擊我們 用DDOS來攻擊 DDOS 顧名聲音你看 DDOS 就是最簡單的一種攻擊系統 就是一直攻擊流量 比如說我網站 我就登錄個1000次 登錄個1萬次 那超過你的負荷 這DDOS 就是當機 好不好 DOS 就是以前最簡單的一個系統 我小時候還打過 你知道我多老了 你寫程式 還要先從DOS系統開始寫程式 我們這邊我們那個福利社 現在小編製作人 也來了一位那個台大師公的 我問他說你會寫DOS嗎 他說不會 說我已經老人家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上網是 DOS 你有聽過聲音嗎 沒有耶 怎麼辦我老 好啦夠了 真的很老好不好 不過他有說今天金款會有說過 不是非交易系統 你不要緊張 好 所以我這個標題是很恐怖 內容其實沒有要嚇你 好不好 OK嗎 OK 就跟大家講 來來 重點是要對我們的不滿意 可是只是 點數的話就變大四庭了 好不好 針織衫很帥 謝謝你 我先 數字 帥 雙面奧運金牌 與生結權代言的 是不是 真的我都不知道 隨便買啦 OK嗎 Polo3C酸配外套很怪怪的 看你怎麼覺得囉 好 第二個扣子扣起來會好一點 這個 我覺得不太好 好啦 之前估計衣服有深搭 這件外套不搭 淺色可能好一點 你看你們都把我拿偶像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補妝師了 好不好 喉嚨們好一點 有有有 Michelle謝謝你喔 我都愛各位好不好 OK 我難過我聽過 完蛋我聽過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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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他就停一下 嘻嘻嘻嘻嘻嘻 嘻嘻嘻嘻嘻 這代表上完要播接 知道嗎 懂 完蛋了我跟你講 一成你就老人家啦 你應該四十歲以上的啦 要認老 月餅我沒抽中可以再加碼嗎 有聲在說啦 好像我們那個月餅 不像那個陳耀訓的到那個 我可以說真的喔 我吃的月餅每個人都說好吃 有些人說比陳耀訓好吃 因為蛋黃酥有時候太油了 那個甜而不膩對不對 沒錯 是不是 像嘴嘻一樣甜而不膩 像Coco一樣啦 甜而不膩 好不好 OK好 外套脫掉更帥 我怕你外套臉我滿身肌肉 我跟你講 你看一下這邊有沒有看到肌肉 有 我跟你講自己看 繃吉你也知道 很繃喔 這個我跟你講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我肌肉出來 我怕你愛上我好不好夠了 常好 常好 兄弟我怕你愛上我 有沒有 有 不要這樣子真的 我怕大家愛上我 我有時候不太敢 很多人說要抬頭挺胸做人 整個都不太敢抬頭挺胸做人 我怕你愛上我 知道嗎 好啦不要鬧了啦 好不好 等一下 謝謝律師 謝謝你 專業性不同啦 好不好 被發現的是事實啦 什麼什麼都知道 對呀我很厲害 我昨天 昨天有人說 真的很誇張 昨天因為加入會員 那個台薪金出第二次價格 還是要比估重量 比中信金出的低 他說匪夷所思 之後你瞭解他 我說我看一個人行為 你知道嗎 所以你去想看喔 找這麼變態 我告訴你啊 Coco有沒有偷懶 我當然不知道嗎 知道啊 我很恐怖的 我隨便考一個題目 我就知道你有沒有在混 我都不用看什麼監布監視器 不需要啊 這樣子很沒有人權 好不好 可是我只要 隨便問一個問題 看一下事情 我就知道這個人 同仁 這個員工有沒有偷懶 所以大家都會很自勤奴利 可是其實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我對他們不是最嚴苛 對者者最嚴苛 OK嗎 OK 有勝想加一 好啦到時候再說 我先受一千人再說 因為 因為還是有差不多六七個 沒有去領啊 沒有領啊 好不好 我不信拖掉給大家看 我這麼傻嗎 拖掉你 愛上我 謝謝你 好啦 不要打滴賽 來播去上網聲音 我也記得很清楚 慘了 今天很帥了 愛上 Michele 剛才有一個Michele Michele Michele 一個中文發音的 一個英文的 華人講的一句話台股噴 他說需求很緊張 這我昨天的標題 有 需求很緊張 還有因為客戶拿不到 生氣的 沮喪的 所以我跟你講 他這句話代表AI不會死 至少今年第一世紀不會死 好不好 還有哲哲是男生 不然就以聲相許了 應該說還好你不是喜歡男生 好啦不要開玩笑 對 Fade Watch下週加兩百萬機率 今天都維持在40%左右 很多喔 欸不錯 你們看很專業喔 45了 你要更新喔 好不好 四角也給我最新數據 所以代表是市場還不認為 一定會只降一馬 所以下禮拜喔 來來來 雖然跟你們打滴賽 可是你們不覺得裡面很多 專業對不對 對 下禮拜還是有很多事情 來 下禮拜什麼事情 看一下我的 我再講一講下次會不會 這個賣得很好 要賣嗎 我可能年底要做訂閱喔 好不好 如果你是那種小資助的 訂閱我 我可能就比較便宜一點的 好不好 一千元以內的 再說啦再說啦 因為想一下 因為這個很麻煩 可是確定的話 我就送這個 送這個 好我們要提早訂購 那個 我考慮要送這個 這樣不入付出齁 也沒多少錢而已 因為幾百塊還要送這個 考慮 我說考慮 我說考慮 我只是說用送的啦 送的 這樣子的話應該訂閱 應該報人數 可能有人是為了月曆 不是為了訂閱 你看喔 下禮拜一 下禮拜二台股休市 禮拜三台子其實算 你看都寫得很清楚喔 是的 好不好 思雅來那個一下 來給我那個 9月的版本 對電子版 然後19號有利率決策會議 然後下禮拜還有事務日 跟台灣50基督調整 好不好 其實我跟你講喔 現在原則上唯 唯一個重要性是 中秋節的時候對不對 8月的零售銷售月曆 因為沒東西啦 來不及了 因為禮拜四出領事件機 是晚餐的你知道嗎 他禮拜四凌晨兩點 所以8月零售銷售月曆 如果太差 那每個盆子軍就降兩碼 這兩碼對債市就不好 對債市就不好 對股市就不好 太好了 欸哲哲 欸那個債市啊不行啊 欸你是怎樣 哲哲已經 你真的是幫我當債市英雄喔 呵呵 你那是蓋世英雄 欸我是買在這邊欸 所有台灣的投資朋友 那個見證我是買在哪邊 10月23號 這邊10月23號 你看啊 點位是這裡在這邊對不對 沒錯 我如果沒有在10月23號這邊 沒有至少丟個1000萬以上 在這邊進場加碼 我下台一局攻給你1000萬 嗯 做折本可以見證啊 可以 欸 折本人很多喔 喔 先跟大家講啊 來 看一下 愛善者折 萬論是要快關緊閉的 你看萬論我的股票 我現在還沒開心喔 可以祝你朋友生日快樂嗎 我看哪一個 好啊哪個朋友 好不好 萬論分盤交易怎麼走 重點 重盤交易跟我們重點 好不好 催化劑會影響化學反應嗎 不會 喔 OK嗎 我抽做月餅了 謝謝投資產請吃月餅 欸對我月餅真的不照假喔 這小錢而已 沒必要餵幾萬塊 好不好 好 住這投資產全家健康快樂 大感謝 要記得去拿喔 好不好 你就是稍微收 付一下公本費 運費要多少 58嗎 58還好啦 送一個快1500塊的月餅 大盤市大拼出有點起子回生 沒有錯 因為我就跟你講 環仁勳那句話很重要 代表第四季 攻擊 攻擊解決了 需求一樣萬勝 你懂嗎 攻擊解決 需求一樣萬勝 所以你不用擔心這個行情好不好 真的不用擔心 好不好 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這個還要噴 今天穿得好不一樣 貴貴的內商 謝謝謝謝謝謝 真的貴貴的 有時候快要變偶像經營了 都要帥氣一點 然後價值都要去重訓深蹲 好不好 既然馬股市會大跌 有機會跌 我得要說實話 可是黃仁勳這句話 至少我可以在 基本上我可以99%確定的 不會跌破19,662點 本來就確定了好不好 我要閱歷再說 結算社會轉折 所以下禮拜一很刺激 因為下禮拜一下好離手 怎麼樣 就直接禮拜三要結算了 你知道嗎 這很簡單特別 我要閱歷行事例 行事例不是你要就要 這個 因為賣的很麻煩 所以有時候不好意思 有時候一千塊也不想賺 更換是幾百塊 因為我們是合法的機構 你知道嗎 不像那些詐騙集團 或那些 那些網紅 開一些比較奇怪的公司 我們是證券投資顧問 公司你知道嗎 證券投資顧問 股份有些公司 所以我們是受合法的 合法可以解析盤勢 合法可以收會員 那些給你搞訂閱 給你收會員的 甚至軟體的 全部其實基本上都不合法 他們都是有所在法律邊緣 甚至明顯的違法 我可以很大聲跟你講 不論你把我的話錄給他們聽 我沒差 我講實在話 哪一個敢反對我講的話 你要論法沒關係啊 是不是 只是我們要告他而已啊 那跟你在財經的世界裡面 你要收費 你基本上就是要成為分析師 再投過公司上班 也因為投過公司上班 我很嚴謹喔 我們這個喔 要開發票 對不起 我們那個人要麻煩喔 我1萬份開1萬份發票 不是用電子發票開就好了 你知道嗎 有時候要看合約什麼 那個很麻煩啦 好不好 就跟大家講啦 麻煩 好不好 下次用抽的好不好 抽的好不好 我考慮以後 就是用抽的 然後電子版部分人給 不能全部送 全部送就沒有感覺了 不好意思 限量是殘酷的 整整討厭都限量 限量的啦 因為這一波我才知道 欸真的在 我本來以為被趕走幾十個人而已 我那次演講 是被趕走 是幾百人三千人 這很多人 這一次來打被火球 你不要看那個 看前面影片那麼多人喔 是很多人還被趕走了 而且還有另外一聽 你們還看到喔 所以我這樣真的辦個演講 四五千人沒 不為過 因為沒有人像我那麼認真啦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下禮拜休士有沒有看到 有 這福利社的發財力 禮拜三結算 禮拜是費的利率結束唯一 你看喔 我還是跟你講台北時間喔 不錯吧 要看看台北時間 看什麼美國時間 凌晨兩點 事務日 那個是 禮拜五 有沒有看到 所以下禮拜很重要有沒有看到 你看這禮拜三公佈CPI 是不是 是很棒 是很棒 真的很棒 好不好 而且還有帥哥 你有沒有看到 九月四嘛 基挺掛帥 然後跟那個 胖文老師 對你都看得出來 好不好 所以行事曆告訴你時間喔 那空檔最近來到三萬一千七百八十口 我也說過我是兩萬三有點難 兩萬二應該沒問題 因為可能兩萬三就四萬口空檔了 所以注意一下好不好 平常心 展多 就怎麼樣 就賣股票 拉回呢 就買進 就像萬潤一樣 知道嗎 來來來再看一次萬潤 6187 6187 有漂亮嗎 有啦 有啦 掌停板 有漂亮嗎 昨天還給你拉9% 拉回你還不趕快買 是不是 是的 還有什麼 景碩 來 幫我唸一下 好 8月5號 禮拜一 請買進3189景碩 掛在94.3元買進 好 然後94.3元 現在都好了 是 就是今天的簡訊 9月13號禮拜五 恭喜3189景碩 股價連三漲 再創波段新高 最高已經賺快要20% 手上持股獲利虛報 20% 是不是這樣說 你看 只有 來 3189景碩 漂亮嗎 漂亮啦 漂亮啦 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講今天台股很特別 照理說不應該拉尾盤 為什麼 因為連假會有賣壓 雖然這禮拜一沒有放假 是不是 可是很多人已經放假了 很多禮拜已經出國了 你知道嗎 出國出國 每個人都有休息的權利 那只是說很多人放假 那就可能賣壓了 你看今天賣壓很少 你通常連假前的賣壓是不是怎樣 或下跌 因為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怎麼樣 報股過年 或報股過著放假 所以你看你連假的期間 你看居然拉160點 很特別 而且昨天在駭客 居然要入侵台股 可是沒有改點 所以你不要擔心 他只是初步的告訴你 暗示你 我有能力貪瘓你們的權利 我有能力貪瘓你們的能力 好不好 我有能力貪瘓你們的能力 沒錯 這個邏輯沒錯 我有能力貪瘓你們的系統 好不好 然後今天還是漲 因為大家有些人 畫面給我 有些人會覺得說 是不是 是不是在駭客入侵台股前提之下 反而有些人覺得 台灣股市是不穩的 反而會走掉 也沒有好不好 真的耶 都要禮拜五拉尾盤對不對 沒錯吧 PTT股票板 一堆債酸都在亂講說 美債降息前是賣點 這個根本沒看完節目 我至少做了30集吧 是啊 福利車加我的 降息後還是真的噴出去 降息後如果是軟著路 美債也漲 股市漲更多 降息後如果是硬著路呢 股市崩 然後美債 環標個40% 懂不懂 外套大家最近 顧其不搭 我看你呢 你剛剛這樣講帥的臉 搭什麼都好看好不好 都好看 有準就有帥好不好 哲哲 YT人數增加好快 一週增加快5萬人 對最近很紅 真的很誇張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都實際的人數 絕對不是假的 來 44.9萬訂閱者 哲哲其實蠻感動的 你注意看一下 哲哲沒有特別任何一台財經節目 特別朋友 他們現在很願意捧我 因為我現在很紅 可是我沒時間的 我想實在話 只是沒有特別一台的財經節目推捧我 可是我可以紅的這樣子 沒有一台喔 你現在看到有搞到 10萬以上訂閱的分析師 基本上 基本上大概 大概一根手指頭說得出來 都是電台有成績力捧過的 我沒有 沒有 我曾經在中市 我中市也是靠自己腳步 我本來那時候是3點半 然後到3點 到2點半 到2點 就是一直贏 收視率越高 提到前面去 這算哲哲才贏過來了 我現在跟中市的副總 他們其實都很熟 其實中市高層我們都很熟 那其實 他們也很希望回去 可是我真的太忙了 我說你要我累死了 我有陸服醫生 對很忙 你看那些財經節目 其實那些主播們 其實錄一個大型節目 基本上今天一天就結束了好不好 因為很累 我還論那麼多集 好啦 我說我都沒有任何捧我 我也沒靠什麼資源 可是折折可以到現在這個地步 靠什麼 一個字什麼 準啊 就是準 真的啦 188%你每人 這個是開玩笑 這是奇葩欸 好不好 經濟日報以前那個選鼓比賽 以前我要參加的時候 是隨便我參加 就這一季輸了 下一季還可以再參加 現在我如果要比的話 要等兩年 被我帶動了啦 就是這樣子 你看你就是要演講 等一下看看 分析師不要說3000多人 300人算大老師了 所以我業績一定是最好的 我講這實在話 好不好 你去問所有頭顧都是一樣 好不好 所有頭顧討厭我好 喜歡也好 他們不能否認一件事 我就比你們認真啊 我比你們認真好幾倍啊 不然呢 這是實話嘛 對不對 我又不是靠作弊來的 是不是 欸 4700點 你也可以像我一樣啊 有本事告訴你 你這邊回漲3000點啊 沒有錯吧 沒錯啊 有本事在2萬3 說我回漲3000點 那2萬4不就回漲4000點 然後在這邊 把1億的美債給賣掉啊 對 賺了1000多萬 然後這邊買台灣50啊 然後這邊再賣台灣50啊 再換美債啊 換了美債以後 再賺個三四百萬啊 你有本事像我這樣子 你就可以像我這麼多粉絲了 好不好 我講這實在話好不好 好 而且你不要看我信聰點來 雖然在開玩笑什麼的 我是很認真要跟你講這些東西喔 包含什麼降息一馬兩馬 你有沒有發現到現在越越多 像很多網友在PTE討論 為什麼現在 總體信息數據這麼重要 廢話 是因為我講說很重要 大家也看到很重要以後 才一堆網紅 你覺得這個我的 訂閱人數快50萬人 沒有網紅在看我節目嗎 有 沒有同業在看我節目嗎 有 看完我節目後他那邊去分析啊 他發現我講的是對的啊 晚上8點半就會擊殺擊殺 昨天為什麼沒有 昨天讓我休息一天 不然每天晚上寫文章也累了 不要為了寫而寫 我不希望無病身影 昨天剛好23萬 符合23萬嘛 是不是 是的 那硬要說的話 你要我說實話 為什麼 降息機率 降兩馬機率還有45% 到前一個禮拜 不應該這樣子啦 應該要確定降息一馬會降息兩馬 為什麼 因為嚴格來說 聽我解讀喔 嚴格來說這數據沒有到非常好 雖然我都說到圈圈圈 CPI 2.5 對不對 他是2.6 本來預測2.6 對 這到前一天怎麼樣 才變什麼 2.5 變2.5 你聽懂嗎 變2.5了 那時候我直播不是跟你講嗎 你看我變2.5了 所以馬上改那個預測 什麼股債酸漲啊 也真的股市漲的 是的 所以他2.5其實比原本 可能一個禮拜前的 預測還低 低 那CPI低代表有可能 通膨下滑 代表有可能是景氣摔退的通膨下滑 有可能是短軸路有可能硬軸路 好 PPI你看喔 預測1.8公布1.7 生產者物價指數的物價 就是我的產品成本 我的原物料也下滑了 那有沒有可能也是通過緊縮 不只通過衰退 不只通過下滑 有可能通過緊縮 有可能是景氣摔退的 所以他沒辦法把 衰退兩個字 怎麼樣 畫上叉叉 你懂不懂 他現在也罵否定說 是不是等號 衰退股市 兩個 是不是有相關係的 你聽懂嗎 所以嚴格來說 怎麼樣 沒辦法 沒辦法 確定 無視衰退 這個通膨下滑 沒辦法確定是 是景氣衰退的通膨下滑 還是軟軸路 自然而然的通膨下滑 所以 才會有降息兩碼機率 仍然高達 在前一週之前 在快確定 費德會議 確定要降息之前 可是還不確定 市場不知道要降息兩碼一碼 懂我柔情嗎 我懂 那昨天剛剛有人還留言 所以你們都很專業 上中出領事件金人數是23萬 可是有些地方 但華爾街是講22.7 如果是預測22.7 那23萬 那代表失業金請的人數怎麼樣 變多 對啊 變多代表失業率變高 對啊 景氣不好 所以沒辦法把衰退 跟股市 這個掛鉤 取消 你懂嗎 這個連結取消 你懂不懂 這連動取消 你懂嗎 所以你懂我邏輯嗎 你不要看我信手禮 不要只看哲哲 我穿什麼衣服 好不好看 哲哲有沒有肌肉 脫衣服 人都是節目的梗 重點 你要愛我是愛我的腦袋 好不好 愛我的努力 愛我的努力 我常跟我研究團隊講 拜託一下 你畫面給我 拜託一下 你們可不可以不要 因為我是你們的BOSS 我是你們的 我是你們的主管 我是你們的老闆 我是你們的投資長 你在聽我的話 要因為我是郭哲龍 因為我逼你努力 我不只能力強 我還比你努力很多 你才要聽我的建議 你們聽懂嗎 我比你努力很多 我希望投資廟 你是希望真的 這個衣服是開玩笑的 我真的希望你是 因為我比誰都努力 你知道我很愛你 你再加入我會員 好不好 如果你要每天暫停板 說實話哪有老師 到現在萬樂還在給你 沒講什麼的 現在股票強成這樣子 我還沒跟你做生意 我真的不像一般老師 為什麼做生意 反正我又不缺會員 你要加就加入 是不是 説老頭髮閃停板 這個要寫很多 是啊 講啊 你沒講幾分鐘 不需要 我是不是真的 你就知道了 你還相信總體基金不強 然後一些總體基金數據不強 然後不敢砸賺錢 然後每天拚命折折 然後反而做得比值得好嗎 你不相信 不行嗎 好不好 你知道 折折也不能經過 全國比賽的一個測試 或者自己爭槍贏彈的測試 都一樣 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折返 有什麼問題 好不好 折折怎麼看今天台書之法 今天台書之法要拉起來 沒有用 我跟你講 被中國市場搞爛的就是搞爛的 好不好 專業人潮的保證 沒有錯 下禮拜就要降級了好不好 自勝 我跟你講不論自勝官勝 會員都不會緊張 我已經暗示成這樣 我就沒辦法了 來 這個自勝OK 平常心好不好 自勝我覺得走勢沒有差 完全沒有被打爛的感覺 你們看2402看一下 溢價溢價比較弱一點點 溢價是有機會拉起來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人在軋空 一拉一根就拜拜了 我告訴你 好不好 整理過後休息再上 正要你看今天就拉起來 有沒有 正要今天後拉尾盤 你看我演講的股票 都只要再一根 我跟你講會被軋死各位 我跟你講 如果做空的人 好不好 好 這我一直跟大家講 指責股票你要小心一點 還有什麼 今天又緊縮了 我剛才有公會簡訊嗎 有 強的是南電 不過南電這個走勢太弱了 算了算了算 這走勢不行 這邊不要追 為什麼 因為它是在 它是一路破底的股票 你不能選一路破底的股票 你看 為什麼 我那時候演講講過 你要選 今天要選 7月什麼 重新高的 對 我今天要選7月17號 到8月5號 就這段時間 殺4600點 還創新高的股票 這股票一定很強 聽懂嗎 懂 因為7月11號 這件事 7月11號到8月5號 這段期間的股票 台灣股市在7月11號都創新高 你都沒有創過新高 那可以嗎 不行了 那表示我再來一次台灣股市 等一下要25000點 這個邏輯很重要 在這邊都沒有創新高 或者是快要創新高 那再來一次25000點 你怎麼覺得這股票能創新高 危險 所以你要盡量在這一段時間 創新高 甚至於 下跌 破跌來創新高股票 沒錯吧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萬潤哪 你怎麼知道 你好聰明喔 你看 他在7月11號這附近 只有創新高 有 在8月16號又創新高 是不是 是的 8月16號創新高 是不是 領先創新高的股票 有沒有看到 有 對不對 對的 然後難怪現在怎麼樣 又在創新高 又創新高 在大盤下去的時候他沒破底 而且率先創新高股票 是不是很強 很強 所以選標股就是相對一個邏輯 你知道嗎 好不好 就是以後出一個相對選股法 這是我相對的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好不好 這種相對的選股法 其實 我覺得 並不難 你只要學會了你就知道 可以活用 他不是 他不是教材式的話 好不好 條理一 條理二 條理三 像技術分析那麼簡單 可是你從一個相對的選股 你可以選出最標的標股 只有這句話 好不好 萬論 萬論 你們都很厲害 你都照萬論準備要被關 關緊閉 你看 你不覺得我玩用的 所以 玩用我 我本來還不想討論這個東西 所以你覺得我粉絲裡面 你不覺得臥虎長龍 有 是不是 是的 所以霍虎長龍 你要不要找我的 我的 要不要參加我會員 當然要 好不好 好不好 電視有興趣 有消息嗎 再說再說好不好 來 中華準備要買了嗎 中華要買 因為 我還是要去問一下業界 他國場話要多久時間 好不好 好 每次在聽者的指令 沒有錯 如果是我會員 我應該盤通就會發訊息 如果不是我會員 不好意思 我節目才會講 好不好 今天節目就會講 穿整身的第二西裝 我穿看看 第二好看嗎 好我就穿一下 可是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買這個估計 你知道嗎 因為我現在越紅 摺點看起來就是一副 我是摺摺 應該很有錢 然後那個服務人員 對我就服務很好 那我又不好意思 你知道嗎 我就買了好幾套 你知道嗎 那我有個壞習慣 同套西裝 同套衣服我會買個三四件 兩三件 兩件起跳 然後這樣一花就好多錢了 你知道嗎 懂 好不好 我那時候想想 我把它當投資 節目上 你們會覺得不一樣的衣服 很簡單 好不好 好 出新股票 會跟哲粉說嗎 你要 出 當然不一定 這五會很全益 你這問真的奇怪 你乾脆 要不要 要不要我簡訊也告訴你 放假沒有哲的直播好無聊 對不對 好沒關係 我愛你們愛心多一點 我有賴啦 你不用擔心啦 我有工作款啦 股市沒有我很無聊 你記得一件事好不好 哲的原態有夠強 就是跟政要有關係 是你看我選政要 我對得起你啦 是不是 來看一下 對原態我還是有續報喔 原態也是屬於什麼 你看 他8月 7月中就穿新高 後來一直穿新高股票 所以你要選那種7月中 7月11號還能穿新高股票 絕對是你票房保證 好不好 好 這樣好不好 你看我們哲粉真的都很認真啊 穿估計號的錢 還好吧 你要講一件事 我跟你講 我砸美債我不是砸了一億 我今天應該穿什麼 穿應該 戴個愛馬斯的包包才對嗎 我都沒有欸 沒有 對 我跟你講 你說我好有錢 我錢都花在捐上面的啦 來 跟你講這個東西 來看一下 今天剛剛去捐的 剛才中午的時候很麻煩 還有我自己去 因為沒辦法 他說這個 他說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盡量用你的名字 所以你看 匯款人是郭德 沒錯吧 這不能造假 這永豐人不能造假 好不好 永豐人都知道 我券三也是永豐的啊 對的 9A9J是不會騙你啊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的好不好 來跟你講 來 有沒有 有 來 新台幣60萬元整 有沒有 來 手續費零元 大戶是 大戶才零元對不對 我不知道 郭總捐三種救護車 有沒有 有的 備注 悶到 有 這個 給予企業 你去撒一下 是不是 是不是做消防車的 賣消防車還做消防車的 是啊 又捐救護車 大部分其實都透過這兩家公司而已 這不能騙人 OK 捐了 真的捐了 不要有人正在留言說 郭總你在賺幾千萬捐60萬而已 我想問他 第一個你捐多少錢 還有人批評我 因為網路世界有些人怪人 嗯 第二個我腦子捐60萬 一台救護車也要300萬好不好 300萬左右啦 這台比較便宜啦 便宜不是我要選擇的 他有時候就是剛好 這台比較貴 這台比較便宜 你聽懂嗎 有捐救護車的人都知道我在講什麼 OK 好啦 就這樣子啦 Daytona Daytona Daytona是那個啦 玉凱他沒中坤真有 我這台也不輸他們啦 好不好 這個也不輸 還不重點 重點是我腦袋 好不好 有啦我考慮啦 我考慮啦 我考慮啦 對啦你們不要比我的名牌 你要比我捐多少錢 比較實在啦 不要比我顧及的衣服啦 好不好 舊物車 我記不記得我之前那個 台灣50 就這本書出掉以後 這邊也有寫啊 捐款的東西嘛 這也捐200多萬啊 有 對啊 好不好 再加一加五六百萬 要什麼Daytona 還是要什麼 什麼其他的手錶 還是要那個什麼 幾件顧及服裝 都買得起啊 我比較想做的是 成就感 大家 我覺得我身邊每個人開心 包含你 我最想要是完成林夢想 幫你賺錢 我是認真的 好不好 跟大家講 今天消防車每天噴 不錯噴噴噴噴噴噴 消防車也可以 消防車看很貴吧 等一下 消防車我覺得沒有1000萬錢不來 讓我想一下好不好 因為我說話要送話 消防車我覺得不錯 很屌 對啊 對 用這個字眼很炫 炫炫炫 對啊 關係有啦 考慮啦 我想第二台第三台啦 慢慢來齁 我不是郭台銘 如果是郭台銘 我全省各縣市都缺一個好不好 好不好 今天消防車每天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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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救護車分了嗎 你說我穿的衣桌嗎 不要這樣說啦 訂閱50萬台股充度兩萬市 應該50萬我比較快 兩萬市不會那麼快 來 你要幫Coco 買幾件新衣 真的有買啊 有啊 身上這個都新的啊 這我送他了好不好 送他不是那種什麼 Coco我送你衣服 你要對好一點不是 不是... 是主持人製專費 對沒錯 今天講清楚 你们都很会编织故事 好不好 这只能很敢该砸钱砸钱的好不好 难道我还要跟你讲 连他打雷射我要出吗 没有啦 没有吗 好啦跟你开玩笑啦 这不重点啦 他天生立直燃志气 反正衣服是我出的好不好 这衣服是我出的好不好 我是看整个商店才家会员的 谢谢你好不好 真的我越捐钱赚越多 所以你们真的赚到钱的时候 可以像我一样 真的真的 可是不要因为为了赚钱才捐 你要觉得真的捐了以后 你有更开心 那这个更好更可以捐 你知道吗 主持致专费离子要还吗 要不要还 衣服脱下来还我 没有这回事啦 在以后谁敢当我主播 传出去人听吗 谁敢穿我穿过的 不卖很好我告诉你 真的吗 我们是财经节目 够了够了 来 来看一下 不要闹 笑得很开心 你根本笑不开心啊 你很会幻想 你很会什么东西啊 你啊 莫名其妙 三八 开口玩笑 正经一点啊 是你啊 你不正经啊 好不好 来 来 请买进什么 3374精彩 挂在186元买进 请买进3374精彩 挂在186元买进 对 然后你赚34% 是很漂亮 很漂亮 那是精彩 顺便讲一下奇卧 礼拜二能不能赚60点 有 每天赚60点 然后 礼拜三也赚60点 66 你有错吧 没错 3点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录影 我还给你看我的对话 对我还在讲话 我2点58分对话 3点1分 你看四角就丢出去了 然后3点17分 我让你看到我成交赚的 好不好 那今天9点11分 看到21680进场 有 四角给我那个奇卧的 那个 奇卧的那个 走势图 那七四角又 好像又被忘记给了 是啊 每天要借给我奇卧走势图 那你看啊 我今天 为什么我今天做得很漂亮 因为今天一度 撒下去 我基本上买在盘中的相对低点 很漂亮 很漂亮 马上给我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要是这样的老师 你看 奇卧简讯 这没写就是普通会员 好不好 有写就是奇卧简讯 还有特扣会员 我简讯就分 股票就分两种简讯会员 就不会造假 我不能让我买几百张股票 不会 还有会员留言说 紫贞你可以买快一点 可不可以不要一个礼拜 有时候买股票那么少 我买少数为你好 你要看那些老师买多 很多老师买多 是买几十蛋 然后每天一边在整停板 所以我的万论是真的 真枪十蛋 而且是有万中选一 不要说万中选一夸张 百中选一的好标股 是不是 又赚60点 礼拜五又赚60点 有 是不是 680在平板之下 漂亮 是60点 是的 这也66点 对的 这也60点 186 186点 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 有进场我先去赚60 为什么要赚60点 我自己要赚200点 波动变小了嘛 就这样子嘛 好不好 一切一切 预告到前面 来来来 四瑶说有给 误会他 来 马上就给了 喂 21680在这边没错吧 好 赚60点出来没错 很棒 为什么这边走 我怎么才会拉尾盘 因为一般来讲真的 礼拜五不会拉尾盘 而且年假 不要说年假 假期前夕 前夕 比较不会有拉 有拉 我算这一段可不可以 是我没骗你啊 我也可以 我可以说我先出一半 这边再出一半 不要这样表演 反正我就出掉了 反正我就是期会就是赚钱 这样知不知道 知道了 连续三笔这样赚钱 漂亮 在预告在前面 翻多 为什么 那你看我怎么买这边 你看我 在我发简讯的时候 还没点到这边 我买这边 为什么 站在这边 为什么我说过 上得去吗 台股上得去 什么 24416点上不去 下得去吗 下得来吗 下得到19662吗 下不到 所以下 所以怎么样 所以居然上不去 也下不来 逢低要干嘛 要买 逢高呢 卖掉 这就是我7560点的 所以你不要看我 总体经济 好像很轻松 可是我是很努力 从总体经济以后 我告诉你逻辑 我在讲一件事 你告诉我哪个分析师 他每天掌听板 他可以告诉你说 吴东亮的个性 他就是会很精打细算 你们要说小气也可以 因为很多人说小气 不光我是 我们不想攻击他 可是你看 我不是刻意攻击 我是在他还没有出价之前 我就说你不要那么小气 好不好 我提醒他 自己要小气 他把自己 一个路 路线走短的 要买不要在乎那价钱 你要让他知道 你就是一个很大方 很大方的老板 就我跟你讲 我说如果别家头骨 要更高 高兴挖脚你 我说我愿意出更高 你相信 相信 我就敢出钱啊 不然怎么办 我连消贩车 我连救护车都砸 砸了 都买了 那麽差 是不是 人活着是一口气 这我小时候的座右铭 我是跟你讲的 kimochi问题而已 是不是 好不好 所以 你要去想想看 当一个主事者 该砸钱就敢砸砸钱 是不是 是的 你看他这样子 我跟妳讲 本来还有圣善激利的 我想我今晚会 一个头两很大 我自己认为 我私心认为 今晚会 应该会比较喜欢 台新金跟新关金 合在一起 我自己认为 我跟妳讲 我只能有主管的想法 可是 因为他们两个 因为他们两个 本来就文化比较像 这也算 类家族企业 也不能说真的家族企业 然后文化像 那你价格 为什么不出考点 你出考点 我就顺水推收给你啊 对啊 你干嘛他比人家便宜 就来个特别股 那特别股 那定存多少 就是类似定存1.7 欸 每在都5%了 每在一年 比他特别股多3年 为什么要换成特别股 我启笑 我如果说傻瓜犯定存 你买特别股不是一样傻瓜 嗯 都骗不懂投资的人啊 所以 这预告到前面好不好 去香港 看等一下成安分析室好不好 我不去四欧化 也不去马厚泡啦 来来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很high 来他什么股票 来 顺便看一下 好 好多股票 很多啊 刚外论马上景硕嘛 对不对 景硕看股票 有秀K线图吗 有嘛对不对 景硕 有啦 有 不要这样子 你现在脑子里面 你现在脑子里面 还在想衣服要卖给人家啦 不是 已经过啦 过了 跟你开玩笑 我在想景硕是阶梯 之前那更过了 精彩34% 有没有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好不好 过了过去过了 希望你的画面 不要再想别的事情了 好逼 来 赚34%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有 有 赚22% 不在咯 真的是 这真的是对你们很好啦 今天算了 再跌一点 展多拉回 不就展了又拉回 就这样子嘛 做来回做价差 来回做价差 来回做价差 所以我跟你讲啊 以前我可能会赚100% 甚至赚60% 70% 还走 以后我会缩小我的涨幅 听懂吗 我不会赚那么多 我可能会赚30 40 50 或许这样就走了 我先跟你讲啊 因为现在的趋势不同 可是我不需要跟你讲清楚 为什么 因为我只要跟会员报告就好了 所以你记得一切一切 我预告前面 好不好 今天期货观众增加 只是告诉你 真的上不去下不来 好不好 现在股价禁止比较2.33 那我还是要讲一件事 Fade Watch 对不对 Fade Watch 怎么样 Fade Watch 这一个像降息两码几率 还是有高达45% 代表下礼拜 就是这个消费者星星指数 是消费者星星指数吗 很重要啊 是零售销售阅历很重要 你看现在备好多的数据 以前你都看飞龙 小飞龙 失业率而已 现在看出领试验金 跟销售阅历 这个很重要好不好 匯率的重要 因为只剩这个数值来看好不好 所以我们来喊个口号好不好 孔号 来来 今晚福利色好不好 来跟大家讲 今晚福利色有有有有 照顾下去 美国失误日下礼拜的啦 来 什么 那个 敢破底就 敢 敢破底什么就抄底是不是 对 对 敢破底 破底我就抄底 抄底 赞不叫 好不好 废的加一马可以抄 废的加一马可以抄 废的加一马很重要 像几分 45分 差不多了 敢破底我就抄底 超低 超低不一样 越一低欸 超低 好像吗 凯婷你在那个 夏洋新生 夏洋新生 你那个不是夏洋新生 你那个 你那个默念这个不行啊 我爱可可 你爱可可 不用紧张好不好 那个 你自己跟他表白 你自己去他 周三破底 谁说一定要周三 我没有说破 我没有说破底 我认为不会破底 只是说 我只要告诉你就是说敢 杀下去我就买 好不好 敢破底我就抄底 像骂人不会啊 10年6月6月买 不会啊 什么时候开棚 开什么棚 那个 陈一老师跟他的小故事 是喔 你们那个故事 好啦好啦 那我们在这边就不讨论了 不不了了 祝福你们两位啦 不是我啦 好啦 敢破底就抄底 你看 洗版 你要找第一名的分析师 现在直播人数 接的问题有点少 所以有可能要喷啊 好不好 你看有点少 大家可能有那些人休假 抄抄怎么样 还是陪你们 6日我还是陪你们 好不好 6日没有直播 可是有事情我一定第一时间发生 为什么 因为其他人是可能出去玩的 休息的 或怎么样 花一份人家板叫休息 可是对我来说 他们出去玩的 休息的 出国玩的 我觉得每个人的权益 他们在享受 或怎么样 对我来说最大的享受 最大的乐趣怎么样 是股票市场 好不好 我用我的身体力型来告诉你 我是真的爱大家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股票市场 我很喜欢做研究 你看 你想一件事 那个莫娜成就感 跟我 比对我捐救物车 又更不一样感觉 哇 我可以知道郭重量个性 然后我知道他出价价格多少 我可以知道 那个 那个 你看大老板 武东量个性 是不是 然后他出价价格 居然出第二次 还是比股重量低 台信价格还是很低 你必须莫名成就感 我可以知道 废德在想什么 我可以知道 美在我美在最低点 我可以知道 以前CPA最重要 现在是出领失业金 失业率就业数据最重要 我可以知道这个转变 你不觉得这样呼风万雨 更有成就感吗 我在玩这个游戏 好不好 如果你真的认同我 那今天我也看到我的这个万论 真的是恭贺暂停板 也是实在在的 我还没有讲 我跟你讲 台积电一样 台积电鸿海 台积电我没买 鸿海管达 我一胆都用力买 现在都很低 我先跟你讲 不要到时候鸿海管达噴出去 你说我没讲 我都一直有 恭喜万论 怎么样 昨天赚12% 今天怎么样 赚的 怎么样 17% 最高赚17% 因为昨天拉起来又刹下去了 就是普通贵言简讯而已 这是很真真实实的简讯 万论今天暂停板 所使 你要不要这样的分析师 一切的一切 预告在前面 恭喜会员们 恭喜相信我的粉丝们 而且我提早接牌 如果你想要万论 下一档万论万论第二 接下来股票 欢迎来进下行 0800668085 或加我赖 失去我 告诉我 我入位需求 我想要赚大钱 请来帮助我 则会成行问入会的方式 我答应你 我会捷径我所能来帮你 赚大钱 谢贵 下一档像万论一样 攻上涨停板 创下历史新高的股票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赶快加我们行列的电话 拨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大家小时见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Tele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注意喔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通通都假冒 只有这三个账号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喔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点击